大家好,今天是4月28日 星期三,今天的港股更惨 700亿,早上成家都不到 699亿 应该跟期子结算没什么关系 可能跟黄金周有些关系 因为有些国内的基金可能已经开始准备放假 但也不是太可怕 如果早上只有699亿 我估计今天的全日成交是1200亿 如果再过两天 真是可能被我说中1100亿 那真是麻烦 但是昨晚的美股业绩有几个是可以的 VSAN也可以 AMD也非常好 Microsoft也可以 Microsoft好像破了纪录 Apple也未出 这些我们会在收费版中说 今天的钻石狗 托纳没什么变化 都是205% 那美银就升多1% 就去到71% 那但是呢 它出业职呢 即是昨天呢 就是收了市后的 那不知道今天会不会 今晚呢 美股开 就可能会反映到 也不奇怪 那大家就继续留意着 那今天我们美段呢 就会也都说一些 就是中美的 现在不可以说是博弈的了 就是中美它现在单方面跟你脱钩 其实美国是 那大家看到呢 就说 就是我们的 辽宁号 山东号 你讲就是天下无敌 那原来呢 你那个辽宁号的 就是 航母舰群 被人家美国那只 神盾舰呢 原来呢 它是跟着你的船队 进去你都不知道 它是黏着你的舰底去走的 真是 那么厉害 真是 就是 它是黏着你 那个航母群里面 就是大家知道 有个主舰 譬如 辽宁号就是主舰 旁边有很多舰 譬如 寶级舰 譬如 有些巡逻舰 用来护着 那个 那个 辽宁号 它放进去你的舰群底里 黏着你一起走 他都不知道 原来 你看看别人的美国佬多厉害 你说是没有用的 是吧 说是没有用的 你说就是天下无敌 是吧 现在别人出了一个卫星图 即使他知道 他都不敢公布出来 那么美国佬呢 就公诸天下 外媒告诉你 其实我之前 就是有个神盗 神盗 放进你 辽宁号的舰群里面 和你拍着 马必尚 那你钉盖 是吧 怎么办 哈哈哈 没得打的 没得打的 没得玩的 哪有得打 对不对 对不对 即使说就是天下无敌 对不对 口水比浪花多 这些我们尾段才说 我们的Patreon 记得在下面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的后备频道 我们今天也会谈谈李慧玲 李慧玲就做了这个月 我听他的新闻 就说他应该是封咪的了 即不是说不说D100 直接是封咪的了 那就 感受到压力 应该 不可以说感受到压力 直接那些人都 即是 很多上过D100 都拉够了 不是感受到 直接进了监仓 对不对 那这个 我们去到后面的部分 再说吧 今个星期 就不放了 要下个星期才放 那就会放2月份 四月都结束了 Youtube投资筆记 过了 今天就 最终一集 投资日志 过了两天 都是最终一集 大家如果要订阅 就订阅 五月 大家记住 点击YouTube下面的链铛 然后订阅我们的YouTube 英文财经频道 US.marketweekly 大家订阅 再按一下小铃铛 有片就会通知你了 这是昨天的 昨天新增8宗 今天看到 新增4宗 但疫情会还未开 现在是早上的 即是下午的12点半 所以今天应该都不是多 其实 少少财经新闻 这个我们在明天的 香港财经压会 讲多些 其实 这个已经是前几天的新闻 要立案查美团 坦白说 一定是二选一 因为当时 如果每个人都二选一 你不二选一 你就死了 对不对 没有可能的事 对不对 譬如说 阿里有二选一 拼多多也有二选一 如果我不二选一 我就死了 对不对 人家 就一定要选他 就不准选我的 如果我又可以选别人 选自己 我就输了 所以一个问题就是 你政府 就是你共产党 你容许之前有人二选一 其他那些人是迫着要二选一 不然我就输了 别人就不可以选我 我就可以选别人 那些客人 我就死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根本就是 是党当时的政策造成的 你现在可以说他是垄断 但问题就是 不是他想的 因为他要做生意的 对不对 别人就可以不选我 但我就一定可以 给一个顾客选别人 那我 我怎么做生意 对不对 没得做的 对不对 要么 二选一 就全部人都二选一 要么不二选一 就没有人可以二选一 那就叫公平了 因为大家在同一个市场里面 是吧 这些摆明就是 排除异己 原来未止 今天还有一个大新闻 这个大新闻就说 中央立案调查 为什么蚂蚁可以这么快上市获批 如果要这样的话 坦白说一句 最近这一两年 所有上市的中概股 全部都可以查 百度不快吗 攀程不快吗 对不对 大哥 你多少那些中概股上市 快手 哔哩哔哩那些不快吗 全部都快的 对不对 为什么你只是查蚂蚁呢 很明显 就是动蚂蚁后面的人 那麽蚁后面的人 不是阿习那些人 对不对 对不对 坦白说一句 马云老祖 就不能离开中国了 不过 现在堂堂正正 比较借口的意思 即是等那些鬼佬 我现在在查他 那他不能走 其实他不能查他 他也不能走 我告诉你 所以我们说 马云就是做乞丐 确实是做乞丐 你想想一件事 你现在这样的情况 那你现在上市那些 即是所有这些中概股 不是习家军这些 上市夹数那些 我就全部查你 因为马云都可以查 马云不是很短时间 获批的 他也有几个月的 因为在他上市之前 我们在两个月前 左右 都有在投资日子 分析过他的财务状况 正常来说 他都三个多四个月的 所以你现在看 譬如说快手 bilibili 百度 这些中概股 甚至那些药业股 其实如果他用这支 为何你这么快 被人批准 会不会有一些 后面有一些 所谓贪污 贵赂的行为 其实现在基本上 上市的中概股 百分之九十九 都有这个问题 那你就死定了 所以大家看到 为什么我不敢动 就是这样的原因 为什么我只持有公用股 就是这样的原因 因为实死的 他就借这些排除 因为那些人 全部都不是习家军 那些人 即是那些 是十几年前 譬如大家看到快手 京东物流 京东这些 全部都是以前 上一朝的人 否则哪些能助大 好了 我用这些招 就全部捉你出来了 个个都犯法 对不对 没理由这么快批到 坦白说 国家话批就批 对不对 就是这么简单 那你怎么敢买 你这样搞法 对不对 哪敢买 马化腾的脚都软了 劉强东那些 脚都软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上市快 上市快都死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百度的 都钉 对不对 你一搞那些车股 都钉了 为什么你的车股 这么快可以上市 智能车 为什么你的蔚来 这么快可以上市 为什么你小鹏那些 这么快可以上市 那你就死了 那你就先死了 你是不是 拿回所有文件出来 交了所有的程序 整盘数 全部都交出来 由你第一天申请上市 所有的程序 整盘数 全部都交出来 让我看 一定会捉到你的 怎会捉不到你 所以你看到任正非 为什么说不要做假数 为什么 但问题就是说 华为做假数 又没有影响 为什么呢 它不是上市 你是自己 要和政府交代 如果你做假数 对不对 因为你做假数 白点说句 一个原因 就是走税 对不对 你不上市 又没有影响 但是你现在全部这些 你蚂蚁 全部 所有你由上市第一天的文件 所有业绩 经过每一个关卡 监管机构 各企 地方官员 全部都交过来 那你不死吗 喂 中国人 一定走后门 怎会不走后门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现在的快手 你不拼过去吗 你的快手 BillyBilly 那些 逐间逐间来查你 你们和蚂蚁一样 都是三个月 三个月可以上市 全部都交杀文件出来 让我一集看过 那你不就拼过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只是持有些 就是公用股呢 这些 没得玩的 确实死的 他说动你就动你了 那这些我们在香港财经R 再说 印度现在是相当麻烦 因为印度没有物资 那些医疗物资 又有变种 你现在这样的人口的感染 你什么医疗系统都会爆炸 其实 无论在印度也好 在哪一个国家也好 你那个感染率 那么高的话 坦白说 在医院那些医疗里面 都没有医疗得好 接着又放一群进去 又放一群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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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得搞 一定爆炸 现在有很多人都帮忙 譬如说 中国也放一些物资盖 氧气军 那些疫苗 美国也帮忙 英国也帮忙 希望快一点 可以搞得好 很麻烦 但问题就是 因为 这个跟政治无关 这个问题就是 很多全球性 数量很大便宜的东西 中国已经做不到 这个跟政治无关 根本太贵了 不是说不想去做 不是说 跟政治有没有关系的问题 是太贵了 你小米的手机 都已经去印度做了 你苹果那些 便宜版手机 都是在印度做 中国做不到 根本太贵了 太贵了 成本这么高 怎么做呢 对不对 别人都没有钱赚 那问题就是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都影响了全球的经济增长 幸好 这个关系也是 很开头 比较好些 否则就很麻烦 希望他们 有疫苗 慢慢有医疗物资 成会慢慢好些 强制检测呢 现在这些强制检测 是很恶人争的 其实 特别是 你大部分 都找不到 有确疹个案 一会说 这个坚尼地 8号 大家就会看到 被别人的业主 告够你 告够你 告够你的政府 哈哈 这些其实是很扭乱的 很讨厌 因为问题就是 你找到有个案 就是 人心服口服 就是你砌够别人生猪肉的 你也砌够好些的理由 是不是 你天天这样叫人去 为什么她要 就是为什么林郑会 会做这些事情 不是她想的 她学中国而已 中国就是这样 中国封鸟了你的大厦 她就封鸟了你的大厦 中国封鸟了你的大厦 中国封鸟了你的人 就封鸟了你的人 但是问题就是 中国的情况 不像香港 是不是 你硬封鸟了 人家那座大厦 然后全部人强制检测 但是问题是 你一次找不到 两次找不到 两三个月的 所有这么多次强制检测 加上 坦白说一句 找到都不超过五个人 但是强制检测的人数 就有几万人 那些人一定不相信 对不对 你的政策不是这样做 对不对 这些就是老人肚 她不懂的 她不用用脑 林郑最好是她不用用脑 她照抄中国就可以 她一用脑 就糟糕 一用脑 就变成海南鸡饭 所以你不用她用脑 更好些 她用脑 就更大 科兴是肯定有问题的 其实 肯定有问题的 正常 就应该好像 欧洲 阿斯利康那样 一定要详细研究 这个疫苗 打了下去之后 对哪一类的人 是有什么致命性的影响 没有人做这个研究 人家阿斯利康是有研究的 这个 全部都是钉盖的 这个是第二个 医管局的医生 是打了科兴之后死的 是第二个 听闻还好像是蓝丝 63岁 她有高血脂 她打了10天后 在家中抽搐 失去知觉 就即时钉盖 打了第二针科兴 这个已经是医管局死的 第二个医生 这个是蓝丝 现在是撑警 好了 很多例子 这个是相当年轻的 80后 你当她 八二八三年出生 是吧 80后 八二八三年出生 即是三十七八岁 未够四十 80后才是四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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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80后 可能是三十八九岁 但是她打了针三天之后 心口痛 半个月之后 心肌梗塞 就要痛过 她叫做好赛 如果她的年纪大些 可能会参与 正常这些年纪 应该未发病 即是说 你打了那个科兴之后 它一定是令到你的血凝固 或者血栓的情况 严重了 一定是 即是你本身有这个问题 它令到那个问题 很快地加剧了 多看一个 泰国 六个医护接种之后 怀疑中风 那你就看到 喂 大哥 泰国很瘦 即是这种东西一定有 所以问题就是 你不能够怪香港的人 为什么接种率这么低 因为你真的很危险 你如果有一个 详细的医学解释 那些人什么什么 那些人会信服 但是有这么多的问题 你完全说没关系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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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就和我没关系 是吗 一般市民最简单 不打就和我没关系 我接种率就这么低 就是这么简单 这是政府的责任 这是政府的责任 你經常說沒有關係 那不能打就跟他沒有關係 所以你看到他的接觸率就這麼低 現在你坦白說 你看到80後打了也有問題 那就是所有人打也有問題 其實 所有人打也有問題 你一定要詳細去做檢測 你沒有詳細檢測 你沒有能力做的就不要打 很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現在誰敢打? 難道我為了要去喝酒 我拼命打? 難道我為了要回大陸 我為了要去旅行 我拼命去打? 沒有理由的 你以為是傻的嗎? 疫苗氣泡 4月29日 明天啟動 你不需要用太多時間去研究 那些細節 都是這些 例如酒吧 卡拉OK 來來去都是這些 安心出行 員工打針 顧客打針 放寬到2人1台 4人1台 6人1台 8人1台 去到10點 12點 如果你不做 身體有問題 每周都要檢測 自廢 真是自廢 來來去都是這些 迫你打 就是這麼簡單 迫你打疫苗 剛才我們剛才也說過 不打就與我無關 大哥 你現在的80後 他都在欺負 80後很年輕 可能38、39歲 都在欺負 那誰敢打呢? 你會不會為了要去酒吧喝酒 就敢打呢? 我最多不會做這份工作 打了有生命危險 又不能賠 我們有看 昨晚 有職場訪問一些酒吧 也相當悲觀 當然有人說 我看不到顧客 有沒有打針 大家就去研究一下 政府說 在網上做個針卡 這些多鯿魚 我告訴他們多鯿魚 我不去就不用死 沒有人不喝酒會死 坦白說 現在已經是一年半了 一年半了 沒有開門也是這樣 一年半沒有去做按摩也是這樣 一年半沒有去喝酒也是這樣 何況差多幾個月 坦白說 如果這個情況 維持多兩三個月的話 你一定要放的 沒有個案 沒有個案 你怎樣逼市民 逼不了的 對不對? 所以問題就是 很多 很多這些 酒吧 或者這些所謂娛樂場所 其實他對這個 這個政策 都是很悲觀的 因為你如果強行 逼那些顧客去打針 或者逼員工去打針 其實他寧願不做 真的 我沒有理由 找一條命來教票 當然政府可以逼 譬如說哪類場所 你是不能去的 有的 大家看到 明天 疫苗氣泡是明天開始生效 政府就可以了 即是 政府的辦公室建築 就不可以了 一定要用安心出行 政府就一定是 但問題就是 你私人場所 坦白說 我可以不喝酒 我可以不來 坦白說 其實我很誠實 因為我去很多餐廳 他真的有些側面 他都不理你 是我自己主動找一張紙去寫 他最重要是做生意 對不對 你現在的感染率這麼低 你正說的 你的感染率這麼低 你搞這麼多事情做什麼 對不對 酒吧 要求嚴苛 要求嚴苛 根本上沒有可能要求客人這樣做 甚至現在你要求那些員工一定要去打針 那些員工寧願脫掉了衣服 其實不能做 嘩 大哥 我死了怎麼辦 兒子老婆亂 對不對 沒有可能的事 最多就是做檢測 如果真的做不下去 就不能做 對不對 對 你迫到那些人這樣 沒有辦法 那你自己說的 你說香港的情況很好 對不對 那你都說很好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在共產黨之下做生意的話 你自己小心一點 對不對 這個是今早上的新聞來的 那你說現在和新加坡那個疫苗氣泡啟動 下個月 但是你看到郭太呢 就完全不是這回事 郭太今天再推出這個自願離職計劃 那你覺得他對於這個疫苗氣泡 新加坡這個疫苗氣泡 是看好還是看淡呢 那當然是看淡 如果看好就不會這樣 對不對 那你就看到一件事 就是根本上 你現在看到在國安法之下 沒有人跟你 就是你去就可以了 他不會來的 其實 你就去 他不會來的 你看到日本的聲音都沒有跟你說的 沒有的 韓國都現在 韓國的個案子不高的 韓國的案子不多 日本的案子高一點點 但其實也不算高的 但是你看到一件事 別人都沒有跟你談 為什麼不跟你談 因為你有個國安法 好嗎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就是說 之前說 堅尼地道8號 就是有一個外用 就是確診 所以整座東西 就要強制檢測 大家知道 堅尼地道8號 就是有錢人住的 這個問題 就不止有錢人 其中一個住客 還是你確診的 我不知道是大公子還是二公子 應該是二公子 文斌 李文斌 大公子好像是李文喬 對吧 大家知道這些有錢仔 對不對 你老闆 你抓狗我去強制檢測 這樣就告狗你這個政府 法律資訊要求解釋法例 就是你強制檢測 有沒有任何的法理依據 正常她是沒有的 為什麼沒有呢 因為林鄭是跟中國政府的 她上銀後 就回到香港 然後封大廈 開頭封油麻地 我們也報導過 然後封一座大廈 然後捉了人 強制檢測 不然就罰你錢 但問題是她沒有立法 其實她沒有立法 她沒有立法 那麼別人美國是有立法 即是美國的強制檢測 別人每一個州 是賦予了那個州長的權力 在這些有疫情的狀態之下可以做的 大家可以看回法律 但是香港呢 她是沒有立法的 即是她是跳了這一步去做的 所以現在人家如果告她 就當你非法禁錮 其實是大糕 真的 你要拿一個法理依據出來 你又不是 現在又不是緊急時候 即這個問題是 你可以要她去檢測 沒有問題的 你要求她去檢測沒有問題 但是一件事就是 你捉夠了她 進去醫院那裡 不讓她走 那她真的可能會告你非法禁錮 因為你沒有這條法例 是吧 因為你沒有這條法例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就是 即是如果 讀翻書的人 她一定會問你有哪條條例 你有一個法例 人家英國等那些 全部都有一個法例在那裡 她要收了這條法例 才行這件事 但林鄭沒有這件事 她是不會認識的 對不對 你一叫她用腦 她又可能不吃飯 我告訴你 你一叫她用腦 她又去七十一賣廁紙 是這樣的 你不要叫她用腦 對不對 不知道能否告到 但是她應該要收回這條法例 即是要修改這條法例 其實是 這個我是不相信的 這個只是支持的 這個也是一個原因 為什麼香港 疫苗接種率是這麼低呢 即是你想想一件事 別人是去打復必泰的 那麼你掃出來的記憶 你是打了科興的 那麼我怎麼敢來打 聶德權就說 他們針就沒有打錯 紀錄也寫得錯 一定會說謊 為什麼呢 別人打針的人 是隨手記錄下去的 你的盒 復必泰 那就寫復必泰 這個盒是科興 就寫科興 一定是打錯的 是即時做的 這些是不會後來再做的 絕不可能是後來再做的 這些事情 正常別人外國是即時入機的 不會再翻手做的 對不對 因為很簡單 你復必泰就寫復必泰 或者剔復必泰 科興就剔科興 即時入電腦就完 入了電腦 不會再翻手做的 說謊 其實是 你想想一件事 哪有人敢去打 現在這樣 為什麼接種率這麼低 就是這個原因 對吧 這個擺明是政治問題 正常第一個應該做回廣義的 應該是台灣 因為台灣的防疫是做得最好的 是做得最好的 一定有些契弟在窩裡面留言 現在他有多少個成 你as a whole 大哥 對不對 你看整個疫情裡面 台灣是做得最好的一個 回廣義又不包括台灣 這麼神奇 全部都是政治操作 你這些人就是這樣的人 這些人就是這樣的人 我待會會講多一點關於這方面 所以我們說 共產黨碗飯是很難吃的 他現在逼迫你們的公務員去打疫苗 公務員 有義務接種疫苗 以滿足大眾期望及保障公眾健康 其實有什麼關係呢 我真的不明白 所以共產黨的碗飯是很難吃的 他現在逼迫你打疫苗 他現在呢 就鼓勵覺得公務員有義務去打 遲些公務員一定要打 甚至呢 就是找接種團隊 去每一個公務員的辦公室 輪流出來接種 我看新聞就這樣說了 如果你不接種 你要解釋 你要寫書面解釋 為什麼你不接種 是不是你不愛國啊 是不是 接種了什麼 當然是科興 你說共產黨的碗飯是多難吃 我們之前老早已經說過 你宣誓了 其實他會用你來擋 其實他會用你來擋 有什麼呢 公務員上去 為什麼呢 你拿我直接掃 你自己打不打 你自己決定 所以這份工其實你未必做得下去 我們說了 我們之前說了很多次 你公務員這份工 你不要以為宣誓跪低 你可以做下去 現在逼你打針 一定是打科興 死了關人隱事 如果你不打 你就要書面解釋 為什麼你不打 然後你就每一個星期都要做檢測 做到他覺得滿意為止 如果下次又有什麼國家活動的話 你公務員又第一個要參加 棍棍都是這樣 你不要以為你一定拿到他的長縫 未必的 你不要以為你跪下 共產黨的碗飯是很難吃的 我告訴你 我們早就已經說了 他什麼都逼你公務員 因為他們很逼 你以為我 美國佬我逼不了 台灣我搞不到 歐盟我搞不到 對不對 就搞這些公務員 搞這些年輕人 其他都逼不了 就是門口狗 我叫做門口狗 又不敢打大哥 哈哈爸爸 看到貓走過 一腳踢了貓 對不對 或者見到一隻狗 那隻狗這麼弱 一腳踢了你的肚 對不對 但是大隻狗 牠就走開了 是這樣的 共產黨是這樣的黨 你聶德權這些都是 擺明正宗這些契弟 告訴你 有什麼關係 做公務員 和接種政府業務 有什麼關係呢 沒有關係 問題就是 其實你要表忠 對不對 你看我們香港的公務員 多團結 對不對 第一件事 你接種了疫苗之後 我下次再多弄你一劑 是不是 弄到你走為止 那又怎樣 國內的人來保你位 是不是 你熬不久 我告訴你 四個 是不是 我之前說過 可以拿這個五千元的電子消費 就是 百勒通 Tap to go Tap and go 支付寶 和微信支付 我有沒有記錯 四個 那麼 4月29日起 牠自動會增加 你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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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的百勒通裡面 有一個限額 牠自動會增加到 三千 但是問題是 他現在限了 就說 你一定要 如果你移民的話 你要長期在香港才可以拿到 那麼如果你移民 但是你很少時間在香港 你拿不到 但是我看過整篇文章 何謂之長時間 何謂之長時間 不在香港 或者何謂之在香港 他又沒有說 他又這麼神奇 另外 他又說一件事 就是 對於那些 剛剛移民 的新移民來說 上一次派一萬元是不公平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公平 所以 他這次說 你一定要長期在香港 才可以拿到 但是 何謂之長期 沒有定義 他作主 那 怎謂之 短時間內不在香港 又沒有定義 他作主 那其實主要是什麼 我覺得應該 就是主要 他做這件事 就是有利於那些新移民 即是新移民那些 他六個月都在香港 那就長期了 那就給了一些新移民 就是這樣 這些不關中聯辦事的 其實是林鄭這些奶共去做的 但是當然我也同意 如果你移民N年 那你不需要 對不對 我也覺得一件事 他移民N年 他也不會突然走回來 拿過五千元 對不對 因為乘飛機回來 也不止五千元 對不對 你想想一下 你在英國乘飛機回來 知不知道五千元 你在加拿大乘飛機回來 知不知道五千元 當然有些順道回來 但是應該不大 那五千元 對不對 那麼就有這個 失業貸款 最高呢 就是借到個人貸款 就八萬元 但是他這個 失業貸款 就有條件 如果你是長期失業 就不行的 那怎樣定義呢 就很神怪的 就是你由去年 二月 到今年的二月 你一定要回到最少三個月工 可以是這麼神怪的 最少回到三個月工 那麼你就可以申請這個 所謂失業貸款 那麼這個失業貸款 最高便借八皮野 那麼利息便一來 即年息便一來 最高八皮野 就是 那麼他有審查的 他有入息審查的 即是他要審查 你還不還錢的 那麼跟著呢 其實簡單說句 就是政府做擔保而已 匯豐、恆生那些做 那麼明天開始接受申請 那麼如果你準時還好 所有的本金和利息 那麼就可以退回那一利息給你 那麼八萬八千八百 即利息是八百元 對不對 那麼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其實沒有什麼作用 你不是給市民嘛 大哥 你借給他們 他要還的嘛 對不對 很多市民他不行的 原因是什麼呢 他不行的原因 就是供不到樓 對不對 他供不到樓 大部分都是的 供不到樓 子女 生活費等等 通常都是這些東西 交租 那麼他都已經欠人錢了 那豈不是再欠你的錢 是不是 欠上欠 是不是才對 坦白說他八皮東西 要借錢不是難 對不對 對不對 即是香港你借八皮東西 不是難 我覺得他不會欠八皮東西 你借就借好一點 你一借 可能借四十萬 那麼他又怕你走夠了 好了 那麼如果這個人破壞人 就有產 又不知道 那麼我覺得真的沒有什麼作用 八皮東西有什麼作用 對不對 這個就 即是好夠好笑 我想起來也很好笑 那麼我們上個星期 報道過 關於這個 東方星這個 那就是這個 在這個 觀塘的音樂噴泉 那裏 就用這個 蕃茄洗澡 那麼原來 就是因為那個 就是那些 蕃茄泡太多 那麼就塞了那個 噴水池 那麼就壞了 那麼 那麼 就說 就是想告咎這個 東方星 就是我聽到 就笑到爆嘴 喂 大哥 你那個 音樂噴泉 用了五千萬 幾個蕃茄泡 就壞了 喂 我家裡的浴缸 之前我家裡的浴缸 用了二十九幾年 都沒有壞過 天天用蕃茄洗澡 大哥 那麼你那個五千萬 是不是只能扎 對不對 那些蕃茄泡 你又不是留孫 大哥 有沒有搞錯 你是不是要解釋 啊 你一告咎這個 東方星 其實 你告他只有兩件事 一樣就是 公眾地方 行為不檢 另外一個就是 破壞公物 對吧 好像說 罰款二千 以及最多監禁十四天 對吧 但是你要解釋 為什麼有蕃茄泡 就壞了 那個東西 那不就比我家裡幾十年的浴缸 還差 幾十年的浴缸 幾十年的浴缸 蕃茄泡 每天這樣洗澡 都沒有壞 對不對 你這個東西剛剛弄 還弄了五千萬 小小蕃茄泡 就壞了 我不相信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你看到今天 毛記葵中的股價還升 神怪 真的 老祖我們就已經說了 林鄭就不會認她自己想 林鄭就不會認她自己想選 她就找一個人出來 找一些人出來 就支持自己連任 這樣的 老祖也是 坦白說一句 我不是太喜歡湯家驊這個人 但是問題就是 湯家驊這個人 她並不是一個沒有能力的人 她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為甚麼那些有能力的人 第一件事 年紀已經這麼大了 第二件事 錢你也有 那你還在做這些 做這些契弟來做甚麼 我真的不明白 我想來想去 想不明白 她又不是沒有能力 她又不是沒有錢 她又不是沒有地位 為甚麼一定要出來從政做這些契弟 你看到唐英年也生病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問題就是 你要多少錢才夠呢 我真的不明白 就是等於你國內那些 小小一個山西的地方官 貪多少 二百億 不是甚麼大官 小小一個地方官 女人來 貪二百億 坦白說一句 十億 你也不夠 你也不知道怎樣才能花完那十億 對不對 你貪二百億做甚麼呢 你真的不明白 有時候人是很神怪的 我們一會兒講到通識科 就是這些就是國家的教育 有好處 就一定沒有吃虧的 削尖的頭 林鄭的駁拍照 攝出去駁拍照 有問題的閃身 這些是甚麼所謂 這些是甚麼所謂 對不對 但問題是 林鄭是一個沒有能力的人 她沒有能力 她只能做這件事 她沒有能力 不過她的位置有這個權力 但她是一個沒有能力的人 她只能這樣做 因為她沒有料 大家看得很清楚 整個疫情 整個反送中 你看得很清楚 好 但問題是 湯家驊並不是一個沒有料的人 她是有料的 有地位 她亦在法律界來說 在她的科 她真的是專門的 但問題是 為甚麼一個這樣的人 還要做這些事呢 她不知道對錯嗎 她不會不知道 那還要多少錢才能夠呢 我有時真的不明白 是不是 喂 大哥你幾歲 要聞到棺材香 對不對 對不對 就像唐英年那些 搞來幹甚麼 你看到他也不搞 我西九出來說兩句 就不說 是吧 正常啊 有時人很怪的 中國人就是 你不知道要多少錢才夠 你當他去對 譬如說巴菲特那些 喂 我捐身家 蛤?捐身家瘋子 你 他沒有這個概念 你瘋子瘋子 捐身家 對嗎 你留給兒子 你留給兒子 你不就敗了 對不對 他沒有這些概念 中國哪有做善事 好了 現在來到香港 香港本身是受西方教育的 現在不是 在過去的二十幾年 就一直被這些黨的思維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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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竹槓 棍心口 這些文化搞到 個個就搬錢了 是啊 個個就搬錢了 楊岳橋之流 我們待會也會說到 楊岳橋之流 譚文豪之流 泛民等等 個個都賺錢了 沒有錢 就說閃了 就是這些人 過去的二十幾年 是被這些文化衝擊了香港很大 香港是受西方文化影響的 是嗎 那你要多少錢才夠呢 我真的不明白 有時候 你十億八億 你怎樣花一個人 都花不完 十億八億 是嗎 要幾棟大廈都買到 其實是 你波叔多少錢 波叔有多少身家 是不是 對嗎 已經是 坦白說已經是怎樣花都花不完 每天去巡商店 每天去看那些物業 坦白說 走他們的腳壁 已經走得完 已經是 那你為何要貪一千億呢 有些是 你有多少個兒子 你有多少個情婦 八糟多少個情婦 那些人是傻的 真是傻的 你中國那些人 真是傻的 其實是 八糟幾個 年輕到極 去到第三個 你都仆街了 你都借了 對不對 中國人就是這樣 這些 這些就叫做黨的文化 那你還說 讓他們搞通識科 對不對 因為我們會講通識科 我用一點點篇幅去講李慧寧 其實李慧寧 令我想起之前有很多網台爭拗 那些一百 大家記不記得 大班的時候 那些一百 又罵得很大 好了 迷米之前 也是罵得很大 蕭先生 說幾多人 流水來 流水去 賣Radio也是 又要整個幾大幾大 又要有戲座 又要有工作人員 那你今天看回頭又怎樣 曾經盛極一時的花生台 我再說一次 D100 迷米 MyRadio 花生台 其實已經玩完了 你看到的 已經玩完了 迷米只有一個名字 你看到蕭先生 只有一個人自己做 對不對 即是現在一部手機就搞定你了 什麼器材都不用 一部手機 一個腳架就搞定 是這麼多 其實我們最多只有千多元 買了一個咪 那你就想想一件事 即是有時候你看回頭 有什麼爭拗 其實咬來幹什麼 對不對 你現在全部收皮 是不是 全部收皮 香港的網台 變成碎片化 這裡一塊 那裡一塊 但是問題就是 李慧寧也算是這樣的 熬了整個 國安法之後 熬了十個月 他叫做熬得久 李慧寧叫做熬得久 幾多老早走了 蕭先生老早走了 是吧 星期二得道 兩個多月就走了 一個多兩個月就走了 毓敏走了 劉細良走了 大班老早走了 大班是老早走的 大班是老早走的 幾年前走的 幾年前 大班是很多年前走的 幾年前就封了咪 其實 其實如果李慧寧也離開D100的話 D100就 不會做得多久 不會做得多久 我自己這樣看 有很多人都會認為 喂 阿習落了台 那這班人能不能回來呢 我可以告訴你 這班人 這一輩子都未必能回來香港 有很多人有些誤解 其實有很多人有些誤解 他以為 如果阿習落了台 可能四五年之後 阿習落了台 那些人回來 一定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阿習落了台 我當作是 舉個例子 例如李克強上才算 李克強不會cancel了國安法 沒有可能的事 這麼辛苦立島 怎麼會cancel呢 他最多一件事 我在國安法裡面 加入外籍的法官 有陪審團 有這個保釋制度 總而言之 他會做最少的改動 令到外 即是 即是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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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整个反送中或者社运里面 你有收过钱的 搞过众筹的 你叫个人冲的 这些全部不会抹走了 回来他一定会托你 只不过一件事 审判的时候 他够不够了 你脱不脱身的意思 对不对 但一个问题是 萧生他没理由回来被你逮捕 七十几岁了 对不对 你升旗易得道的那些一定会死的 你叫人冲 一定会死的 因为现在理工已经定性做这个暴动 你叫人冲 一定是煽动罪的 一定是 打不打得脱身就是你的事 你先回来打个官司 譬如许智峰那些回来 一定会托的 一定会托的 你托了你 你做律师 你怎样做呢 譬如你现在 杨岳桥 或者谭文豪那些 他告你非法集会 坐监坐超过三个月的话 你会托了 你有案底 你怎样找到 你现在是医生 这个医生如果有人上网查你坐过监 医生没有人会看你的 罗冠聪 罗冠聪回来 一定会拘捕 罗冠聪回来 一定会拘捕 其实 黄之锋 周庭那些出来的话 你还是有案底的 他已经封了你整条路了 你做一些小生意就可以了 政府那些 有Jaxo那些位 绝对没有你份的 他已经封死你了 对不对 所以问题就是 这班人是不会回来的 其实 问题是在这里 李慧宁叫做熬得久 李慧宁熬了十个月 国安法之后 当然 李慧宁他的 他的 理由就是 每日做两个半钟头的封烟节目 就比较累 正常应该不会 因为他年纪不大 他大我一点点 他大我年纪而已 他大我年纪而已 我觉得 这个问题就是 他不是个 我也有听大匪说的 我也同意的 他未必是个人疲 其实是个心很疲 你想想一件事 这么多客席主持也好 真是之前主持也好 差不多可以拘捕就拘捕了 是吧 杰斯也拘捕了 林卓廷也拘捕了 很多泛民民主派 你知道这一百人跟泛民走得好迫 大部分都拘捕了 有什么忍呢 没有忍呢 那你说他怕不怕呢 其实有的 很复杂的一个感情 不如不要搞算 坦白说一句 你现在看到泛民 在立法会这样的话 我也没有人 如果我自己是泛民 我自己也没有人 被人吵的 对不对 现在泛民全部不能入门 有没有市民支持你 没有 只有吵 反而你说黄之锋 或者周庭 更多人支持 那你哪有忍呢 没有忍的嘛 没有忍的 根本是没有忍的 没有忍就收皮了 是吧 他自己就说 他不会移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敢说 所以问题就是 你看到为什么 现在他改出入境条例呢 原因就是 我未定你罪 但是只要我认为你有嫌疑 我就可以叫入境署不准你出境 或者不准你入境 接着就慢慢抓你 慢慢定你罪 他这个作用在这里 譬如说 他的目标就是 李慧玲 那我就通知了入境署 你不能走 接着就慢慢抓你 你一天就偷渡 这个作用在这里 不知道 不知道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 如果抓他的机会不大 如果他没有牵涉到钱的话 就是没有牵涉到 就是 短期内不会抓到他 不是说一定不会 劇情需要就会 但是问题就是 他都叫做好事 就是熬了十个月 就是大家 我刚才说过 你看萧生的老祖走了 是不是 升旗而得道的老祖走了 毓敏也走了 说到很厉害的那些 德国佬不要说 几年前已经走了 是不是 所以他都叫做熬了 其实 因为都多人 就是 D100的封烟都多人听 但是最近 就真的跌了 那个view数真的跌了 很多因素 一来 比较平静 二来就是 就是多了网台 是吧 香港只有这么多人 所以 看下去 就是 我觉得一件事 就是 有能力的 他也是 走了会安全一点 我觉得是 走了会安全一点 我自己觉得是 很难说的 其实是 剧情需要就会移动你的 这个也是 是吧 六四晚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们仍然说 继续会再搞 那就一定不行 就是 你如果现在 被你叫这个 结束一党专政 就一定抓你 但是 这个 康文处 不借场地 康文处已经 已经回复了 就说 不再借场地出来 就是和去年一样 但是 还有没有可以出来游行 我想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 全部都抓了 就是 李卓人 何修兰 马丁 那些 全部 就是去年 就是六四 其实 就不让他 去年的维园 就不让他 他肯定走 抓了 那就没得再走 因为都抓了 对不对 其实 不租给他 还有一个好事 不用搞那么多事情 他现在一定抓你的 肯定是非法集会 现在根本上他就不会批 根本上他已经是不会再批 这个问题就是 你康文处都离奇了 你怎么会还用疫情呢 是吧 喂 现在香港的疫情 比去年 已经好很多了 怎么会还用疫情呢 他只是用借口而已 但问题是他不批更好 因为为什么呢 不批 不用你再出来 他一定抓你的 你看看李大事件 我老早当时已经说了 李大事件到现在多久 18个月了 大佬 2019年9月 我们当时有报道 还有片 18个月了 召唤你 这些罪名是很老套的 就是说部分 就是说你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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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这些罪是对的 一定是对的 防外司法公正 这些罪一定是对的 好了 问题就是 你自己请律师去自辩 你自己请律师去自辩 是不是盧林肚 对不对 我们之前也说过 那是义务急救队 其实他也想抓他 你想想 所以我不明白 这些人为什么还会在香港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我告诉你 之后 不是有很多在湾仔 Sogo 被人围着的 你如果被人围着身份证的话 一定会移动你 非法集会 我写了一张包单 我当时已经说过 大家可能不记得 因为我们做节目 我们会比较记得一点 当时做节目 我已经说了 所有他说记下身份证 只是做记录 全部不要相信 一定抓你 现在不是抓你 抓了千多人告诉你 怎么会不抓你 你今天认识共产党 一定抓你 你当时在湾仔 Sogo 被人围着身份证 我告诉你 一定告你 非法集会 你不幸运 坐超过三个月 你就会有案底 你玩完了 是这么简单 非法集会 可以判你几年牢 是这样的 没有社会服务令 现在 全部都是几个 非法集会 一定中的 怎么会不中的 他拍张照片 你超过两个人 这么多人在 就是非法集会 是这么简单的 对不对 几年牢 很容易中的 一判你 不用判你多 我判你四个月 全部都在案底 玩完 不会再有警司 警戒那些 你是大人 你不是小孩 对不对 对不对 他不管你是否老过 其实 那你哪有得玩 所以我们说 任何在社运里 你被人认识身份证的话 要不 你就像我们这些 已经是退休人士 我和你政府 就没有 召唤过 如果不是的话 就麻烦你走 因为你留了案底 你玩完 没得玩的 你做一些小生意 就是打一般的工作 可以 有这样的工作 譬如说 年轻人的出去做事 你没有前途 因为你有案底 不是政府不请你 大机构也不请你 你做医生 律师 别人上网一查 有案底 没人照顾你 玩完了 同样道理 民阵也是 但民阵 最神奇的一件事 原来民阵在2006年 他之前 注册过 但是他在2006年 他已经取消了 注册社团 问题就是 既然他已经 不是一个社团 为什么政府 还会发不反对 通知书给他 还要坐下 跟他谈 那你神不神奇 对 你发不反对 通知书 给一个不是社团的机构 你傻的 对不对 他就不会跟你说这些 为什么我们说他老土 就是这样 这些问题 你发给他 为什么你不查 他是不是一个社团 你没有查 好了 现在去移动他 勾结外国势力 你要说回你的资金来源 每一次游行的细节 你说出来 我就抓你 一定移动你民阵 我告诉你 肯定 现在岑子杰已经在坐 坐完再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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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条逐条序来动你 他今次动民阵 可以分开六七条序 非法团体一个 勾结外国势力一个 危害国家安全 收外国资金 非法集会 逐条逐条序告你 我告诉你 其实是老土 很老土 那你政府自己没有责任吗 是吧 你政府没有责任 喂 他不是注册团体 你为什么要坐下跟他谈 谈了十多年 大佬 发觉有多少不反对通知书 给民阵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吧 那有没有解释 没有了 有时间坐 可能去到今年 已经民阵没有了 民阵会没有了 共产党不会让你有反对派 所以我们上次说 袁尼昌 没有中间派 共产党哪有中间派 习近平现在他移动不了外国 外国没有一个人移动 就移动你的年轻 是吧 是这么简单 他哪有移动的人 就是移动国内那些 那这个呢 我就要 就是我不想说了 但是问题就是 我有听了几分钟的 德国佬呢 一出这个呢 就已经是 搞到天这么大件事了 啊 共产党蜂 中网啊 成吉利卡 搞清楚先 不要每次都阴谋论 大佬 不要每次都靠谷 我无意去 反对他 因为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我跟他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的观点也不够高 但是问题就是 有些东西 你说出来的新闻 麻烦你多拿一些实质的东西 好清楚了 现在人们 基本上 民进党 或者是 这个教会 他不是封网 就是不是被香港封了 是应该是 他台湾的网络 应该是 是更新的 为什么呢 很简单 4月27日已经开到 4月25日就开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更新的网络 网络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间 记者试过 你用VPN也进不了 没理由的 没理由我在外国 譬如说 香港过不了 但是我不会在美国也进不了 应该是他的网络有问题 但是 军国人才招募中心 应该是 他封锁了某一些地区 不让你进去 那么你要用VPN 经台湾或者海外伺服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要用海外伺服器 直接连进去中华电讯 才连到 军国人才招募中心才上到 但是台湾民进党 和台湾基督教掌路教会网站 就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 无论香港哪里都过得到 为什么呢 为什么国军人才招募中心 一定要经过中华电讯才进入呢 就是怕你滲透 怕香港 或者其他中国的地方 在其他地方滲透 所以他招募中心 台湾现在就要定居两年 之前是一年的 现在就说你要定居两年 就是香港人 你移民过去之后 你要住满两年 才可以定居 那为什么要多加一年呢 就是用来查够你 查你的 查你的底底細細 如果你的底底細細不干净 譬如说 现在你是和警方有关 所以 为什么说你宣誓有问题呢 你宣誓的誓 他就会查你三代 你宣誓的誓 你宣誓的誓 和政府有关系 出现在一些制裁人士 出现在一些和中方有关的商业机构 他就会全部查你的 他不只是查你一个 你 你太太 父母子女 任何可能有怀疑的话 你就不可以定居去台湾 现在他怕你滲透 现在很多滲透 大家知道共产党有很多滲透 他最怕你滲透进去 他军方就麻烦了 你经过韩国瑜那件事 还来 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呢 因为美国佬 因为美国佬的技术在里面 美国佬一定拿到最严的 这个通识科 就还我一个清白了 因为我记得通识科 很久以前 其实已经开始搞 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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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零几年尾 才真正叫做通识科 但是一直都有搞的 大家看看 稍后给大家看 罗范招分之前是在运输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朋友是在他之下 然后就转去搞教育 现在整个通识科 全部都要改了 当时 在老董之前已经有说要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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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수 就是你一看到凌光幕這些人 當時都是通識科的推手 就是這群柴頭搞一下搞一下搞一下 搞到現在整個通識科過去的二十多年都錯 搞到那些年輕人一樣 但是你現在再問這些人 沒有評語 羅范昭芬、李國寶、梁錦松、程介明、大希臘 全部這些人閃身、卸博 香港文社這些人手上 是你搞的 究竟當時你有沒有跟中央溝通過 你的通識科想做到什麼呢 沒有 現在走出來就說之前 大家看回這個圖 1992年就已經有通識教育科 但未成為一個科 97年就老董上了 然後2004年就列為高中必修科 2009年才正式叫做必修科 所以其實你以97年開始計算 起碼都二十幾年 好了 一件事搞了二十幾年 林鄭月娥在去年11月說什麼呢 她說 通識科第一日已出問題 屌你老美你自己不能搞 你當時是AO來的 2012年你是政務司 那你不說 那你之前就說了 你有什麼資格去講教育呢 你現在黨的文化是怎樣 現在是 是不是 貪污 不是我說的 是 《國家人民日報》的新聞出的 貪污 賺著數 做了一些事 旁門左道 出了一些陰招 即是等於林鄭 撥拍照 立即就閃身出來了 有事嗎 閃身卸拼 講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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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兩拼一斤 你有資格講嗎 對不對 我當你有資格講 都是你自己先調回自己 你當時是政務司 你當時狗見你是AO來的 他是手袋黨來的 你不用負責 現在就說人家 現在不是拼人家不記得 林鄭很怪的 她經常都拼人家不記得 那你搞了這個 現在這個通識科教育之後 最後出現了一個什麼人呢 因為他小運運 沒有資格 四兩拼一斤 各種都沒有正式問題 因為我們看那個 那個遼寧號 你就知道 他很奇怪 共產黨很奇怪 你是 譬如說 你練到九陽神功第九重 我不夠你膽 我就把你拘捕到 廢了你武功 我就比你厲害了 但他自身沒有進步到 他是這樣 他的黨是很奇怪的 他自身沒有進步到 這個人有問題 解決了那個人就可以了 但那個問題 那個問題沒有消失到 他是這樣神怪的 如果你在他這個教育之下 你就沒有進步 為什麼別人有進步 因為別人有問題 他是這樣解決的 美國就是我要解決這個問題 人權問題也好 金融問題也好 科技問題也好 我們是針對這個問題去解決 那他就一路進步 他不是 他把問題蓋了下來 這個人搞事 殺了他 這個人搞事 關了他 關了他在監倉裡面 他的問題沒有消失到 你的科技也是沒有進步到的 那你學這些 你現在這些所謂的通識科 那你將來就變成一個小運運 對不對 就是這麼簡單 你現在看到 即是走去 突然間探訪這個阿習 去這個紅軍紀念園 提不惜血戰 堅持下去 那你跟誰血戰呢 你找個屁股跟別人打 你跟誰打 就鬥國內的那些 剛才我們說的阿里巴巴那些 那些 只有兩類人他打倒 第一類就是國內那些 即是異見人士 第二就是欺負香港的年輕人 手無寸切 你外國那些 沒有一個被你欺負 現在澳洲 彩你都有味 你加我稅就行 我的鐵礦石那些 那些煤炭那些 就加到你 就加到你仆街為止 是吧 你現在看 日本已經不疑你了 日本不疑你 台灣不疑你 美國人不用說 對吧 歐洲現在不跟你玩 澳洲又不疑你 一帶一路沒有 誰跟你玩 現在連菲律賓也不疑你 菲律賓、越南也不疑你 印度更加不疑你 對吧 那你怎樣 欺負小孩 欺負香港的小孩 手無寸切 你一定不能還手 對吧 好了 國內那些 例如說 剛才我說馬雲那些 我拿著槍 對吧 那便欺負那些人 你真的有武力那些 他這樣動嗎 你不惜血戰 你跟誰血戰 對不對 口水就多過浪花 好像那個王毅大媽那樣 你說那麼多話 我們一說烏克蘭的時候 你看人家普京做事 做完 都沒有說話 厲害嗎 他做了 他說兩句 媒體沒有報道 一天就說完了 已經是 你看人家做事就做事 口水多過浪花 你一擺一隻遼寧號出來 噢屌 耳仔底 你看到現在 為何英國人夠膽出個航母出來 出個航母群 看到你耳仔底 對吧 對吧 現在 德國默克爾 就去到九月 大家都知道 德國 歐盟是大姐 大姐 默克爾就去到九月 所以你看到他現在 沒有什麼話說 因為走了 對吧 問題 我不知道新的名字 叫什麼 因為 可能是德國的名字 不懂得 但問題是 現在很多是很反華 四十多歲 很反華 如果那些相片 你就慘了 我告訴你 真的 現在你看到 例如法國 法國 英國 包括捷克 那些 其實都反咬你 意大利 那些都反咬你 好了 現在就是等最大的德國 德國 如果新的這班選 你一定會死 我告訴你 他全部反華 那你哪有得搞 我們說這個就是好笑的 為什麼我好笑呢 這個 遼寧號 我在最初也說過 你在遼寧號 外面 逢來這些航母 旁邊有些補給艦 有些巡邏艦 有些巡邏艦 在下面 拍著你一起走 美國人 多厲害 多厲害 你連那個 你連別人拍了進去走 在水底你都不知道 正常應該有雷達 但是可能別人有些干擾系統 你找不到 但是問題就是 即使他知道 他都不敢出聲 但是問題就是 美國佬 其實擺明美國佬做什麼 他寸咬你 你看美國佬 他在外媒公開了 下面這隻就是我了 你看他 聲音都不敢出 那麼國家就說什麼 這些危險行徑 他不是危險行徑 我現在串咬你 我在你下面走 你都不知道 那麼你想想一件事 如果這隻神盾艦 它是自爆 我犧牲一隻艦 你整個航母群馬上撲街 我告訴你 那些人潛水走完 然後自爆就行了 你整個航母群就撲街了 如果是的話 那麼你想想一件事 你跟美國佬哪有得鬥 浪費氣了 我們老早說 你不拿這些東西出來 人家就不知道你厲害不厲害 即是你不說話 我什麼都不出聲 那麼我不知道你厲害不厲害 對不對 好了 你一拿牌出來 哦,耳仔底 你一拿一隻山東南出來 你會出黑煙的 你一撩領號 停下來 正常不會的 哦,壞機 壞船 你又說到你的衛星系統那麼厲害 我黏著你的船底走 你也不知道 即是說我和李小龍正在打的 我走到他背後兩步 李小龍也不知道 那麼這個李小龍就不是真正的李小龍 對不對 就是這麼簡單的 現在是串咎你 對不對 那麼你哪有得打呢 口水就多過浪花 沒得搞的 沒得打的 人家現在就看到你耳仔底 人家就是看到你耳仔底 那麼你看到英國的航母群便出來 其實很侮辱的 因為你說南海是你的 你說南海是你的 你說釣魚島是你的 你說九段線是你的 為什麼這麼多個國家的艦人在 你都不動手打 其實很侮辱的 說你也不敢說 你說是你的 那為什麼你不打勾他 美國佬就是想你打 你動手 我告訴你 如果你動手 你深圳淪陷有份 我告訴你 一定打到深圳 告訴你 一打的話 一開打 不會再想些什麼 開打是就肥了 哪有人在自己門口開打這麼望糕 你試試飛近美國 200公里 他不敢打你的飛機 我告訴你 我什麼都可以 告訴你 對不對 哪有這麼多望糕的 就是現在人家串你 你不敢公開 我幫你公開 我們的艦 跟著你的船走了很久 你都不知道 沒得打的 你不敢出聲 你王毅不出聲 你阿習不出聲 人家不知道你有沒有料 你一出聲 人家就知道你沒有料 我們看看普京 普京這個人 我不喜歡這個人 其實他是一個僑雄 但有些事情 在軍事上 你要佩服他 他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裡 大家拿個地圖出來看看 你看看烏克蘭 和歐洲的位置 而烏克蘭根本是黏著歐洲 普京怎麼會跟烏克蘭打 你一打的話 歐洲老一定會幫拖 歐洲老幫拖 後面就是美國老幫拖 現在俄羅斯這樣的經濟環境 怎樣打下去 不能打 但問題是 如果我不出兵的話 我沒有威信 我一定要出兵 我大軍壓境 我要打我可以打 然後閃 撤了兵 撤了軍 然後才跟烏克蘭說 大家坐下來談 他一件事 保存了自己的顏面 我又出兵 第二件事我又不輸陣 第三件事我又不得罪歐盟 我又不得罪美國 是不是 沒有打 別人就很厲害了 烏克蘭不會再搞 是不是 如果打上來大家都麻煩 你看到別人 知道進退 他知道問題是 現在這樣打的話 對俄羅斯是不利的 為什麼呢 你惹歐洲老來 你惹歐美國老來 你是不是一定贏 好了 你打了烏克蘭又怎樣 你打了烏克蘭又怎樣 對不對 就是 你得到的利益 大不大 比你的損失 你現在國家已經 已經這樣的款 經濟是 對不對 那是習近平 以為可以跟俄羅斯 俄羅斯怎麼會跟你聯手 普京什麼人 吃了你都不知道 他怎麼會跟你聯手 你傻的 當然自己幫 自己計自己數 怎麼會跟你聯手 你看到一件事 這次美國老 名義上 就幫這個烏克蘭 打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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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逼退 怎樣都好 他走了 即是俄羅斯走了 這樣 好 那 神怪 現在烏克蘭 會在台灣 開一個類似大使館的辦公室 那你共產黨打倒了 即是打倒了 為什麼呢 你如果跟台灣作吵架的話 那現在就是烏克蘭 跟台灣是結盟的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沒有理由在這裡開一個大使館 好了 但問題是 你中國所有那些 航空母艦 那些艦 那些飛機 那些渦輪 那些零件 最主要的那些軍事零件 都是在烏克蘭做的 那他不供應給你 你就慘了 對不對 那你怎麼搞 那所以你看看 美國人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截斷你金融 科技晶片 軍事 聯盟 貿易 你哪有得還 所以你看到習近平 誰都欺負不了 澳洲都不讓你欺負了 達耀文說 從頭再談過 因為問題就是 你根本就不守承諾 我為什麼要跟你守承諾 你也不守 對不對 你說我就說我 沒有所謂 我現在就不敢跟你做 你夠膽就不敢跟我買些煤礦 現在他 歐 現在澳洲 那些煤礦 經過這個歐洲再賣給他 貴三四成 大哥 那歐洲又再賺 即是說 原本譬如說一億的 那你買了一億七 那你不死嗎 對不對 就是這樣而已 那現在美國佬 不用你這身薑棉 那你為了要令到你自己可以開工的話 你沒有辦法一定要跟印度買 印度的麵是比你便宜 或者是巴基斯坦 那別人又加你 那加一加一加的時候 那你便沒有外匯 對不對 那別人就在金融 晶片 軍事 貿易 撐死你 你撐死你 你撐死你多久 那你看到香港便沒有錢 香港是沒有錢進來 所以你看到成交便越來越縮 那些人是有錢進來越來越多 他是侯住香港的四千多億美金 或者甚至用這樣一大部分都不奇怪 那所以我們不是說的 政治智慧 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沒有得練回來 沒有得學回來的 你是聰明就聰明 那人是 你開賭竅就開賭竅 所以阿習那些 即是你最多就回到福建 做個小頭目 這個整個現在的二十一世紀 整個全球佈局 是不適合你玩的 其實你沒有能力玩的 你見到林鄭 林鄭何時可以呢 就是當英國佬的年代 英國佬計劃好所有事情 你執行就可以了 你英文可以和我聯繫 你熟讀了整個之前英國佬的法律 你由英國佬輔助上來 你執行就可以了 但問題就是 你一叫他現在在亂世去做事的話 他做不到的 他沒有這個政治智慧 沒有就沒有 沒有得學的 要麼你就聘請一個聰明的人 但你又記載 你又喜歡聽那些蠶言 喜歡聽那些讚美的說話 那就是這樣 中國阿習也是一樣的 中國不會沒有人才 我經常說 中國十幾個人 怎麼會沒有人才 一定有的 但問題就是 你不可 即是 你也無法容許別人勸諫你 哦 別人說兩句 哦 妄議中央 捉夠了坐牢 誰敢說 好了 你再捏緊這些人就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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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文化已經是壞了 那你身邊就全部拆了 林鄭這些就是 好了 王毅這些就是 天天口水當浪發 喂 我習近平是黨總書記 為何會推了一個黨總書記 去博鵝論壇裡說 隨便找個人說 對吧 對 大哥 這個不是林記 這個不是Cat FM 我是黨總書記 每天都找我出去說 對不對 那你王毅是不懂得說嗎 對不對 還要找王歧山出來 其實我知道他為何要找王歧山出來 因為最近國際形勢不好 所以找王歧山出來 希望可以穩住做好些形象 但你看到王歧山說話是很懶不願意的 哦 我被迫出來而已 我們黨總書記都是習近平 我們尊重他的 這樣吧 就是人家說話 就是春代也穩住了 現在沒有一個人去欺負了 最多就是欺負香港的年輕人 接著國內的 喂 豈不是動馬雲 因為馬雲沒有得還手 那些人沒有得還手 外國現在已經沒有人 他已經動不了人了 外國已經全部人跟你 跟你紮馬了 現在是不能說的 你看到美國人 歐洲人 甚至澳洲 澳洲就很奇怪 沒有吵架文化 做事而已 一路做 你看到美國說 大哥 離譜到整個制華政策 連什麼時間 哪一個項目 用多少錢 全世界公開的 那你就看 根本這一艘船是調不早的 這些是習近平一手造成的 不要賴人 我說什麼 你現在只要剃了林鄭 美國人都不會改的 你要美國人可以改 十幾二十年之後 可以 他現在美國人定了這個策略 是不會改的 你想想一件事 這個這麼大的制華方案 怎麼會整個眾議院沒有一個人反對 一早就已經談好了 全部 执行而已 然後現在 默克爾一定不搞 為什麼呢 我走了 好了 現在到下一個搞 美國人跟 美國人跟日本已經談好了 全部 好 接著下個月 美國過去英國 拜登去英國 談好了 落實而已 那你不是做黑衣 你中國是做黑衣 你看到的 看得到 是吧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在香港大家一切小心 是吧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的網址 地產小專家 逢星期五和大家見面 投資日誌 因為蝙蝠不夠 所以中國聯數 我們會移到五月 移到五月 我們還有一集的 下集的碧桂園服務便完結了 大家如果要訂閱的 就訂閱五月 我們會在香港財經R 就告訴大家 五月我們會講些什麼 題目的 Youtube投資筆記都一樣 還有一集就完結了 大家想訂閱美股的 就訂閱五月 好 我們兩類型的節目 我就不重複了 大家看回螢光幕 有我們的銀行帳戶 轉數快電郵和PayPal帳戶 大家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大家電郵給我 HongKongFinanceR at gmail.com 就可以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明天的香港財經R 美股財經R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